各位欢迎来到赵旅说事 众所周知大概20个月之前 波音公司的新款麦克斯飞机 连续半年之内出现了两次事故 两架飞机从天空掉了下来 几百人死亡 所以在中国民航总局的带动下 全球各国已经相继停飞了波音飞机 大家要求波音公司给个交代 到底为什么这款机型会出现问题 经过长达20个月的成绩 就在前几天 波音的相关机型在美国开始复飞了 而且开始直飞商业航班了 说实话过去这20个月 波音过得确实是很悲催的 本来为什么要着急上马这款机型呢 就是为了要跟空客进行竞争 这款飞机刚刚被推出来之后 大受好评 短时间内波音收到了三五千张订单 这么多 生产计划都拍了好几年 很多航空公司你预先给钱 人家不能马上给你交付 毕竟产能是有限的 然而就是因为波音过于急功近欲了 整个飞机还没有设计的完善 就匆匆忙忙推出市场 结果导致了悲剧 当然这个悲剧不单是针对逝者的 也是针对波音公司的 过去20个月 你这个飞机有问题啊 全球范围内紧飞 那你卖给谁去 而波音公司又不能停产啊 你这一停产 你这个产能往哪放 所以过去20个月 每个月波音都在不断的生产相关机型 而飞机又无法交付 以至于啊 波音公司的整个停机库 停车场 全都密密麻麻的停满了飞机 其实过去这些年 世界航空业都是大发展的 对于很多航空公司来讲 非常着急要买新飞机 培训新的机长和空乘人员 以加大自己的运能 本来啊 波音公司的停产和不能交付 对于很多航空公司来讲 也是一个打击 然而谁都没想到 2020年世界遭遇了疫情 这个疫情对于航空业的打击 也是非常沉重的 你想 上期节目我们跟大家讲 泰国本来预计今年 有4000万游客访台 结果总共就600多万 这600多万还都是第一季度的 第2343个季度9个月 总共泰国才迎来1万的外国游客 以往这个数字是超过3000万的 这些游客本来都应当是坐着飞机去泰国的 现在他们不坐飞机了 大量的航空公司飞机被锁到了机库中区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啊 波音的停产和不能交付 倒是没给世界航空业造成太大的损失 但是波音快受不了了 如果没有美国政府的拨款 波音恐怕都要破产了 所以波音公司是急于赶快复飞的 然而这次复飞也不是很顺利 就在几天之前 另一个加拿大航空公司的相关机型 在起飞之后 有一个发动机报警 幸亏飞行员反应的很迅速 没有造成危机 波音公司这款飞机推出的时候 就有点仓促 为了急于跟竞争对手展开竞争 获取市场份额 结果不但自己没做好 还蒙混过关 欺骗了美国的相关管理机构 而这一次我们真是不希望看到 波音为了让他的飞机尽快能够复飞 还是那么的急功近律 明明相关机型没有调整好 就让他现在复飞了 今天很多美国人心里也是打鼓的 所以有的航空公司就跟他的顾客讲 我们未来会告知你 直飞的航班是什么机型 如果你感觉这个机型你不满意 你不敢做波音的这款机型 你可以退票 恐怕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 所有旅客脑中你都得绷紧一根弦 你在选择航空公司和航班的时候 真得多问一句 你那个机型是什么机型 如果就是这个相关机型 那么敢不敢做 你得考虑一下 今天的视频你满意吗 点击赵旅说事的头像 还有更多精彩内容 我让你准备好了 等会儿